2024年台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10月8號在台東精尊舉辦 今年預計會有120位的國際選手參賽 台東現場饒慶玲說 今年增辦國內的選手賽事 期待能夠挖掘出更多國內衝浪好手 另外呢在賽事期間還有燒烤音樂祭 結合了知名的燒烤品牌和知名樂團 要讓觀賽的民眾有全新體驗 衝浪好手完美駕馭海浪 無論是浪幣加速還是浪頂轉彎 高超技巧都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這是去年台灣國際衝浪公開賽比賽現場 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觀看 今年賽事時間從十一月八號開始 一直到十六號舉辦在台東精尊 將有超過一百二十位 來自全球各地的衝浪好手 一較高下 去年奪下男子組的冠軍韓宗宣 在賽場上煞爽飄逸 在台上瞬間變成靦腆男孩 啟動儀式現場也邀請到來自華聯 年僅十一歲的衝浪手陳婉瑜等人 分享在台東的衝浪經驗 今年的國際衝浪公開賽首度舉辦燒烤音樂季十一月十五十六號結合台東知名燒烤品牌和歌舞人等知名樂團與在地音樂團體輪番接唱讓大家邊吃燒烤邊聽音樂 除了國際選手之外呢我們也增加了國內選手的賽事也就是國內男女短板選手的賽事 以及我們這幾年在培育的青少年U十三的國際的這個賽事 希望呢未來有機會我們國內的選手也能到國際的這個衝浪的這個 的舞臺呢來去一較高下 台東縣府期許賽事能提供給國內外優質衝浪手更多舞臺 也邀請民眾到台東精尊聽音樂吃燒烤一起來看高手竹浪 劇者陳嘉明正的傳在台北超毛豆